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一到六节 人民见摩西迟迟不下山 就聚集到亚伦那里去 对他说 起来 为我们做神像可以走在我们前头领路 因为那摩西就是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个人 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 亚伦对他们说 把你们妻子和儿女戴在耳上的金环摘下来送来给我 全体人民就把他们耳上的金耳环都摘下来送来给亚伦 亚伦从他们手中接过来 用雕刻的工具雕刻 铸造了一个牛像 他们就说 以色列啊 这就是你们的神 就是把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位 亚伦看见了 就在牛像面前住了一座祭坛 并且宣告说 明日是耶和华的节日 次日清早 人民起来就献上了凡祭 也带来了平安祭 然后他们坐下吃喝 起来玩乐 今天是敬拜施公主日 我们很高兴有黄婉贤博士到我们当中分享讲台信息 我们请黄博士 在基督里向在座的掌目领袖和弟兄姐妹问安 大家平安 自从疫情爆发以来 相信我们最常碰到的问题是 疫情什么时候才会过去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完全回到实体的崇拜 这些问题将引申出一些的思考 在不稳定的状态下 敬拜上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什么才是敬拜上帝的核心元素 坦白说 对这些问题 我没有全部的答案 即便今天我找到了部分答案 但并不代表那些看法和我不一样的 就是错误的 面对新常态 我们一直都处于学习的状态 不断学习新的事物 不断适应新的变化 希望上帝在今天的崇拜中 愿意透过《出埃及记》 三十二章一到六节的信息 向我们说话 《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一到六节 描述了以色列人 铸造并败金牛犊的事件 这严重抵触了十戒中的第二戒 何况他们才是在不久之前 领受了十戒 并与上帝立了约 他们却在四十天之后 就触犯了戒命 三十二到三十四章 都属于一个段落 它出现在两段 记载会幕的段落之间 第一个段落在二十五到三十一章 描述摩西上西奈山 聆听耶和华指示他 建造会幕的细节 第二个段落在三十五到四十章 既在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建造会幕的过程 由此看来 我们必须由会幕的意义来理解 三十二到三十四章所发生的事情 首先我们先来理解建造会幕的用意和敬拜 从二十五到三十一章 上帝吩咐摩西有关建造会幕的过程 我们发现 第一建造会幕是在创造的举动 第二建造会幕表明了一片天在地上 强调上帝要与他的子民同在 第三建造会幕让以色列民 能够在前往应许之地的旅程中 敬拜那位创造与救赎的上帝 从中敬验上帝创造的良好秩序 我选择了这段经文的三个方面 来说明这三点 首先 新的创造 出埃及记将建造会幕和上帝创造天地的事迹 接连起来 在二十五到三十一章中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这样的句子总共出现了七次 说明了作者要将耶和华 七次小玉来对应上帝创造天地的七天 表明建造会幕犹如上帝的新创造 第二强调安息日的重要 我们发现 三十二到三十四章 被框在两段强调安息日的段落之间 第一段出现在摩西聆听上帝指示建造会幕的最后部分 三十一章 十二到十八节 第二段记载在摩西开展建造会幕的开始的部分 三十五章一到三节 段落的分布显然是为了将建造会幕和创造万物的七天接连 而且两者都在安息日的命令中达到高峰 综合以上两点我们发现建造会幕是一项再创造的行动 上帝要借此重新建立一群 有份于他的救赛 并敬拜他的群体 第三在二十五章十到二十二节 当耶和华小域摩西建造会幕时 先指示的第一件要制造的物件是约柜 虽然在实际的建造会幕时 是先架起了会幕 然后呢才建造约柜 先提到约柜是为了强调约柜的重要性 约柜的焦点是上帝和他的子民同在 约柜是天和会幕交接的中心点 是天在地上的象征 从整段叙述来看 强调了唯有耶和华上帝才是创造天地的主 唯有他能够救赎人类 他要透过与他的子民同在来实现他的心意 这位创造与救赎的上帝才是敬拜的核心 上帝的子民能够接着敬拜 参与在上帝的救赎计划和他创造的良好的秩序当中 我们如果回顾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后的经历 就能够明白何谓在敬拜中 惊艳上帝创造的良好秩序 出埃及记十六到十八章 以色列民离开埃及之后 到抵达西奈山山脚之前 有一段在旷野漂流的日子 这段日子 他们经历了缺水缺粮和面对敌人的攻击 这是以色列人在流放中经验的乱去状态 为此上帝命令摩西建造会墓的其中一个目的 也是要以色列民能够在敬拜中 经验上帝源出创造天地的良好秩序 经验上帝同在的引领 供应和护理 现在让我们简略地回顾一下 新加坡生命堂的建堂历史 1881年11月 英国长老会宣教部委派格约翰牧师 前来新加坡设立会所 格牧师先是到中国汕头学习华语和潮语 1882年再回到新加坡带领教会 1915年 为纪念宾威廉牧师到中国传道社教 一百周年 格牧师提议 购地治堂 1917年 教会购得当时为 扶角楼的现有堂址 1925年 教会开始筹款建立新堂 并于1928年正式举行殿基礼 1929年 教会的第一座新堂 以及牧师楼落成 也同时改称为主教生命堂 1969年 掌职会一决 将破旧狭小的旧堂拆卸 重新建堂 1974年 教堂重新举行动土礼 1977年 新堂落成 1997年 苏立宗牧师 接续李宗高牧师 成为生命堂赞会证 1999年 苏牧师被推选为主任牧师 2010年 教会进入第三次的重建工程 一直到2012年 新堂正式落成 我们发现 上帝在新加坡生命堂的历史中 拆派了不同牧者在新加坡这块土地上 向讲潮州话的同乡和讲华语的群体传福音 后来福音的工作也扩大到讲英语的群体当中 上帝的福音工作也随着堂会历史的演变和人数的增加 展现在堂会建筑的扩建当中 建堂和重建教堂所体现的不只是建筑物的变化 他更体现了有如当初摩西建立会幕 所要达到的意义和目的 那就是上帝要与新加坡生命堂历代的弟兄姐妹同在 他要新加坡生命堂的弟兄姐妹 继续参与在他的救赎工作当中 并能在敬拜中经验他创造的秩序 今天当各位参与生命堂的敬拜时 无论是在教堂内或者是在线上 是关联了上帝在历史中的救赎作为 彰显了当初福音是如何传到各位的先祖所居住的地方 然后历经千辛万苦建立了教堂 让我们今天能继续在上帝的恩典中敬拜他 当初疫情刚爆发时 甚至到现在 一些教会一直希望等待疫情快点过去 以至于能够回到以往的实体崇拜 为此他们大多抱着一种暂时或临时措施的心态 来安排敬拜 来牧养或服侍 另一些教会则是快速的全面转移到线上 认为实体和线上崇拜没有什么差别 这两种心态或做法都有确欠 因为对上帝的敬拜不可能是临时措施 当以色列民在旷野居住 无定所的时候 还没有落脚的地方的时候 上帝已经借着建造会幕 以新创造的论述 向他们启示了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的应许 并且致力于教导以色列民 要以正确的方式敬拜正确的对象 经文的教导也提醒我们 即便在疫情所产生的乱续和不稳定的新常态中 我们依然能够借着正确的敬拜 继续在广义的敬拜中 惊艳上帝源出创造天地的良好秩序 这样的秩序会展现在牧者 长老和领袖对教会的治理 各个团契小组的领袖 对团员和会友的关怀和牧养 筹备每个主日崇拜的团队 和在主日崇拜中所体现 对创造和救赎主的敬拜 第二点 我们将从三十二章的事迹 说明敬拜独一上帝 必须按上帝的方式来进行 让我们简略地了解一下 三十二到三十四章所记载的三件重要的事迹 首先是背叛 第二代求 第三重建 三十二章一到十四节 当摩西在山上领受耶和华建造会幕的指示 和领受法板的期间 被杀的约有三千人 三十二章十一到十三节和三十节到三十三章二十三节 摩西下山前后都祷告求上帝赦免百姓的罪 三十四章一到九节 摩西再次上西奈山 重新领受法板 十到二十八节 耶和华重新和以色列民立约 二十九到三十五节 摩西从山上将新的法板带下来 他的面容发光 摩西继续在以色列民中做上帝的代言人 若不是后来上帝的恩典临到以色列民 他们铸造和拜金牛犊的举动 就破坏了上帝要借着会幕来进行再创造的举动 破坏了上帝要借着敬拜和律法 来挽回已经堕落的人类 恢复人和上帝的关系 也破坏了上帝要与他的子民同在的计划 我将从两方面来说明 首先敬拜的危机在于 敬拜者会受熟悉文化的影响 以错误的方式敬拜上帝 当时以色列人拜金牛犊 他们不是另外在造一个上帝 他们还是要敬拜耶和华上帝的 三十二章五节这里说 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竹坛 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 所以他们在这里不是直接犯了 拜偶像的罪 他们不是选择了别的神 而是违背了十届的第二届 不可为自己雕刻像 不可跪拜那些像 英文一本NIV和ESV都翻译为Image 也就是像 换言之 以色列民以上帝不允许的方式来敬拜上帝 这常常是敬拜者缺乏安全感 不在信靠上帝的情况下发生的 我们来看三十二章 第一节 第四节 第八节 还有二十三节 这里记载了 铸造和拜金牛犊事件的起因 目的和错误 这四节经文说明了 以色列人要求亚伦为他们做神像的起因事 他们见摩西迟迟不下山 领他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 他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 他们希望建造神像的目的是 可以在他们前面引路 当以色列民发现他们的领袖不见了 又不知如何继续前行时 他们失去了安全感 他们错误的已经牛犊 替代耶和华上帝说 以色列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上帝 另外 过往以色列民都不曾与上帝有过直接的沟通 他们都是透过摩西和上帝沟通 二十章十八节那里说 众百姓见雷轰 闪电 搅声 山上冒烟 就都发颤 远远的站立 对摩西说 求你和我们说话 我们必听 不要上帝和我们说话 恐怕我们死亡 为此 当以色列民从比较熟悉的埃及出来 前往到未知的应许之地的旅程中 他们回到熟悉的文化和宗教当中 寻找看得见的安全感 牛犊是近东文化 尤其是在埃及常见的神像的样子 我们是否也常常这样呢 当面对前途危机的时候 比如面对疫情带来的不稳定和危机的时候 我们会否倾向依靠自己过往所熟悉的事物 或对象或于依靠上帝 敬拜无法抽离现实 是发生在生活中的 现实的文化会塑造我们对安全感的定义 当我们手中的存款不够的时候 会失去安全感 当手机不在身边的时候 会坐立不安 整体经济不断变化 很多人的工作都不稳定 当我们的健康衰退 工作没有保障时 我们确实会焦虑 在这样的情形下 继续敬拜这位看不见的上帝 还有意义吗 其实我们敬拜的起点不是安全感 而是信心 是上帝的应许 上帝是创造的上帝和救赎的上帝 我们需要向上帝祷告 继续敬拜他 因为从上帝的教导和过往的历史 我们知道敬拜上帝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上帝会和他的子民一起走向应许之地 第二方面 敬拜上帝的方式 必须符合上帝的方式和属性 上帝在吩咐摩西建造会幕时强调 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 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 上帝指示建造会幕的细节 秩序和方式 敬拜上帝不只是要敬拜真确的对象 敬拜的方式也必须符合上帝的方式 以色列人以金牛堵代替了真正独一的上帝 说明他们敬拜的方式不是按上帝吩咐的道来进行 他们走自己要走的道路 32章对以色列民在金牛堵下的敬拜活动的表达 都是类似上帝的吩咐 但是却是以异教的方式替代上帝的方式 以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表达 就是很像基督教的敬拜 但其实不是按照圣经的教导的方式来敬拜 20章22到25节 上帝吩咐 不可做什么像与我相配 但允许主土坛和石坛在上面献祭敬拜他 特别强调石坛必须是使用完全天然的石块 不可用凿成的石头 不能有任何人工的雕刻或修饰 这表达了敬拜是上帝的作为 必须按上帝的方式 不能在敬拜上添加人自己的方式 任何可能令人无法认识真正的上帝 或引导人错误的理解上帝 导致人以不符合上帝的属性的方式敬拜上帝 就是添加了人自己的方式 就如32章5到6节 亚伦吩咐以色列人要向耶和华守节 次日清晨 百姓起来献凡祭和平安祭 就坐下来吃喝 起来玩耍 和和本的起来玩耍 其实是指在狂欢中放纵 旧约圣经有几处的表达 都是与信交有关的活动 在近东文化 在宗教庆典中 的确会有庆祝的活动 宴乐 甚至透过信交的方式 来祭拜他们的神明 这是违反了上帝圣洁的属性 20章6节那里说 爱我守我诫命的 我必向他们发慈爱 直到千代 若要按上帝的属性来敬拜他 那么敬拜的侍奉者 讲道者 以及来到上帝面前 敬拜他的每一个人 首先需要成为一个爱上帝 遵照上帝教导生活的人 生活在需要靠各种方式来刷存在感 赚点几率 刷流量的年代 我们习惯了情愿在社交媒体中 虚假而灿烂 也不愿意面对在现实中 真实而平淡的自己 我们的危机是 会不知不觉的在敬拜中 渗入看起来很像 但其实不符合上帝的道的敬拜方式 传讲不符合上帝的道的信息 人一旦偏离了上帝的道 旗下罪的速度是很快的 三十二章八节这里就说 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 最近我读到一篇文章 提到今天的地方教会 所面对的是这样的一代人 他们总是会被干扰吸引 而且这干扰的程度 堪称前所未有 智能手机是无所不在的干扰来源 它使人无法专注于 每周的主日敬拜 短信 还有邮件通知 叫人心不在焉 如果他们感到讲道无聊的时候 手边随时有其他的活动 可以选择 作者指出 为了探讨成年基督徒 在主日听道的投入情形 他访谈了十四位地方教会的成员 他们的年龄 从十七八岁到三十出头 从他的访谈和进来的心理学 以及神经科学的研究 他归纳出智能手机 给听道带来的五个挑战 第一 科技成瘾 第二 注意力持续的时间缩短 第三 学习障碍 第四 社交能力下降 第五 抑郁 沮丧 接着作者提到了 可以透过四方面 帮助会众胜过这些障碍 第一 有意义的关系 第二 有意义的敬拜 第三 有意义的门徒训练 第四 有意义的正道 其中两方面和主日崇拜有关 首先有意义的崇拜方面 作者提出 设想周全又有丰富情感的敬拜 容易让人专心 教会领袖要这样去安排敬拜程序 孕育基督里的喜乐 受访者也说 讲道的人的真实热情 能够激励他们听道 讲道要有对基督的热情 传道人要与基督保持亲密的关系 而在有意义的正道当中 作者说 干扰陈寅的问题在于人心 牧师无法拯救人的心 只有福音能够做到 财培尔指出 在某种意义上 好的正道是让神的话自己做工 不要挡路 伯爱斯曾经说 当传道人开口时 基督自己说话 在这干扰如大水泛滥的时代 基督做王 他透过讲道来转变听道的人 所以要用圣经的每一处经文 传讲基督 那我们要如何做到真正的敬拜呢 那就是唯独敬拜独义上帝 全凭主义行 走一条不属于我们的道路 只能单靠上帝 当我们在敬拜中 走向未知的未来时 上帝肯定有足够的恩典 但请记住 完全是按照上帝的条件 而不是我们的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世界纷纷扰扰 我们的心也杂乱无章 那颗曾经立志跟随主的心 常常无处安放 帮助我们借着读经 默想祷告 和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同行 矫正我们走的道路 让我们走在一条 不属于自己的道路 回到你的道路上 奉你爱子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